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每一生要提醒大家 各式各样的芽菜它的营养素不大一样 但是种瓜来说 它们都富含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元素 那其实芽菜它是一个大方向的名称 芽菜里头包括了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黄豆芽 绿豆芽 黑豆苗 木树芽 它就是来自不同的种子 它就可以发出不同种类的芽菜 所以也因此其实芽菜它大概会有几种 原本就有了比如说植物性蛋白质 比如说矿物质 也会针对不同的芽菜 比如说绿豆芽 它可能它的维生素C含量就很高 它的A含量就很高 会有不同种类的它原本的豆子 所延伸出来它的一个营养价值 其实有所不同 那我特别针对这个时候 我其实等一下会教一下大家 如果今天你这个觉得没有钱出去买菜 其实你在家里做这个小资族 都可以给自己的肚子的膳食纤维 肚子的营养带一个好好的调理 那我先讲一个我30多岁的一个病人 那这个病人其实来找我的时候 一开始的原因是其他的原因来做营养调整 它是因为疲倦啊睡眠等等 那过程中有一两次他爽约了 为什么爽约 他说因为最近他忙着做一件事 他去看牙医 因为他每天三不五十刷牙 他就会流血 然后他去看牙医 牙医说他好像有牙周病 所以他后来在几次爽约回来 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不对哦 这个如果牙齿是健康的 有可能我们要往营养的方向去思考一下 所以那时候帮他安排一个 比较特别的检查 是看维生素C在他身体的含量 他维生素C的含量 其实非常的低 我们正常人最希望的一个理想值是10 他大概只有1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 后来我们就去检讨说 他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他跟很多上班族一样 高压会让维生素C的指数下降 你很少吃维生素C相关食物 其实也会让维生素C下降 所以当时我们的一致的决定就是 好那我们就要多找这一类的食物给他 但是小资组其实他 他就直接提一个问题 说他除了吃那个便当 他还真掏不出钱 有那个预算再去特别买很高C的樱桃 或者是我们认知草莓 这种比较高C的东西 那时候我就给他推荐了两个 一个是巴勒 因为其实巴勒的C含量高 而且相对下是相对便宜 对饱足感也是有加分 第二个我就提 叫他自己在家里种豆芽 只要你家里有 我们刚刚讲的绿豆红豆 各种豆其中一种 我个人推荐 如果你其他豆不成功不能怪我 但绿豆你会成功 因为我是这么种的 就是成功率最高 成功率最高 因为我本人都种绿豆 因为我家买了很多很多的绿豆 他大概怎么种呢 第一件事情是 很简单 就是一般的 我们需要把豆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如果他有浮起来的 就请你把它挑掉 那个通常会比较不好种 那接下来呢 把这个绿豆泡在水里 大概四个小时 其实绿豆会吸水后 一膨胀 你就会看到旧的绿豆 跟已经吸水的绿豆 其实就有落差 所以第一个动作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送他一个容器 跟可以接下来 给他培养的一个地方 这个容器有个特点 我建议你找下面有洞洞的 原因是我们在过程中 我们会一直给他浇水 我们会希望他不要是 潮湿的在里头 然后另外呢 你找一块纱布 有时候医疗用比较大块的纱布 更适合 有时候家里用的这种纱布 其实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就把你刚刚 已经泡好的豆子 放铺平在你的这个盒子上 在纱布上面 下面一个纱布 然后纱布下面 其实是可以有这样 动动的盘子 铺平之后 把全部的豆子埋起来 就是那种你的纱布 把它盖起来 然后接下来呢 最好用一个比较重的东西 去压住它 然后给它放在家里中 不会有光的地方 好 那就这样的动作起来 每天 要不要敷多久 大概其实整个过程 敷一个礼拜内 你说先不照阳光 先不照阳光 那不照阳光 你每天还是要给它喝水 喝水其实就是 大概一天一到两次 那普通自来水都OK 其实就建议是 我们在喝的水 这样是最安全的 然后你就拿起来 每天给它倒个两次水 直接给它浇个两次水 浇完又再放进阴阳处 大概这样前后 到第五天就可以收成 那我自己会到第六或第七天 会长得特别高 或你会知道的量 比较多一点点 或大概平均七天 就可以收成一次 收成一次 大概就会像 我们现在在煮饭里头 你这个大把很多 像是准备要煮的这个大把 很大把 OK 所以你其实就当天的晚餐 你就可以吃一个很丰盛 不用担心有农药的一个豆芽菜 可是芽菜只要一汆烫 立刻缩水 就乍看很大把 其实煮完之后一小撮 对 但是我必须要说 因为其实这种芽菜 你自己煮的 相对下它没有农药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在有些人想要做生机饮食的时候 这种型的选择会让你安心一点点 或者如果你要保留它比较多维生素C 你稍微简单给它过个高温的水 那就让它万一有一些细菌杂质清掉 那可是这样子万一你要生死或半生死 也比较安全 因为你在外面采买的 事实上整个过程并不一定安全 对 那我们刚刚其实用了绿豆苗 我们用了豌豆苗 其实还有一个 算是在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东西 叫做木树芽 木树芽其实刚刚还没有入料理 但是其实在很多 比如说在做一些健康饮食 在做生机打这个调理的这个饮食的时候 其实蛮常听到木树芽这个菜 那我先讲一个 这个真的是 现在我很多在自体免疫的病人 其实来的时候都会问我的一体 这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 他是先生跟他一起来找我们 那当然原因就是 他被确诊了肋风湿性关节炎 然后希望看有没有什么营养饮食 可以做调理的 那一做起来我就觉得这个气氛氛围不对 先生从头到尾都是这样 然后等着他老婆 那我就想说 刚刚是正在吵架吗 后来一听才知道 原来先生其实呢 把太太得到肋风湿性关节 也全部都怪罪到 他在一两年前开始疯养生 就是有一些人 其实他们蛮喜欢养生 然后去吃很多的蔬菜水果 那其中木树牙其实就是属于一个 他有丰盛营养的东西 他就说他上网查 说木树牙吃多了 就会造成自体免疫问题 所以他觉得他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好那我先针对这件事情做一个 我觉得比较完整的说法 第一个事情是先提一下木树牙 木树牙本人其实蛮无辜的 你看一下木树牙的成分 他的成分基本上跟我们很多的芽菜一样 但是有几个特点 是他好的营养素 其实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比如说维生素A 比如说维生素C 比如说钙质 其实他含量是高的 叶酸他含量仍然也是很高的 甚至帮助我们这个心血管 稳定的钾跟钠都是好的 所以为什么他会是 所谓的健康的食材 其实不是没有原因 但是在2015年2018年 真的有一些研究就发现说 木树牙虽然好 但是他里头含有一些 所谓的好的成分 例如多酚类 例如类胡萝卜素 例如类黄桶类 这些东西对一个健康人 没有问题 可是假设你有自体免疫的人 容易会让自体免疫的 不稳定度可能会上升 而导致假设你已经 有自体免疫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吃这个 会不能预测 会不会让疾病变得严重 所以实际上后来 我就跟这个生气的先生 解释太太的状态说 其实过去 它是不是木树牙造成的 其实不能这样说 然后我们可以说的是 如果你今天 有自体免疫疾病的人 我就建议你真的要把 这个东西的量减低 甚至可以少吃 那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你想要追求健康的状态 其实木树牙是一个好的选择